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场上裁判 唐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播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是一场59公斤的中和格斗规则的比赛 然后画面上方的外国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基利尔 中方选手是来自藏族的苏木达尔基 而苏木达尔基曾经拿过武林龙中队57公斤级金腰带 是一个实力非常强悍的选手 前段时间也刚刚去了美国的UFC训练营 学成归来 这个项目是一个中和性的格斗 有踢打摔打走踢都用 而且是站立式的和地面式的都可以打 所以在美国里面就要浓动 所以要求运动员各方面的素质身体顽强的抗击打能力的这方面都很强 所以我们这个看来现在运动员 你看看基本上用站立式的打 这个怎么平定胜负呢 第一个你服不服 服了拍拍地可能就输了 你就是获胜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犯规了 医生说你不能打了就判你输了 第三个呢你这个打的对方不能打了 对方这个受伤了 这话呢医生说不能打了 这样你就获胜了 最后一个呢就是看看谁占有优势 我们观众都看了 战略式的有优势 地面上的有没有优势 这样好观众一看就知道了 谁欺的你打 谁战略时间长 老子占了主动权 这就获胜了 所以我们观众注意看看很容易评判的 而且我们看到苏木达尔基的身高臂展是超过他的对手激励的 而且明显苏木达尔基是要打战略的 对 应该是不会打地面 看他的这种度法以及出拳出腿的这种形式啊都是不会优先打地面的 对看了这个苏木啊他也是一个猛攻强追的这个战术特点看看这一局看看 基本上都追追的这个这个激励啊 这个激励啊那是基本上属于一种防守反击的特点 比较突出 而且苏木达尔基是快进快出啊 对 如果是攻击不是太奏效的话马上就拉出来 防守对手抱摔 有一下西装 那个这个项目啊 因为这个可以用拿法 所以这个手套基本上漏纸的漏纸的手套 漏纸的手套上都不可能很厚 打得对方相当重 所以要抗击打能力抗摔的能力啊 这个都要这个有一个综合国际能力的特点 刚才鸡俩是要勾腿摔倒苏木达尔基 被苏木达尔基给防住了 现在那个在靠边了这个这个呃苏木呢 这个能不能把对方这个摔倒看也要困难 抓神网了 对 因为有靠的好的把对方勾住 这个基里尔呢现在是属于一种被动状态 反叫反叫反叫 转回来了 一个把反败为胜或者是反劣势为优势 几乎 几乎倒地了有可能tko了 几乎了 已经起不来了 这个他是受到 受到踹腿以后 牙套都吐出来了 不能打了 快的对着我的腹部 他就感觉到巨头 这个局的这个腹部以后啊 一般来说的这个腹部未经完 所以现在运动员呢 感觉到这个肚子很疼 疼得难受 来弄不好可能就还有这个内部受伤的可能 看来这个运动员啊 这个抗击打能力 特别是股部的抗击打能力 还是有限的 接下来 宣布比赛结果 同方选手 苏木达耳机 TKO獲胜 有请颁奖嘉宾 来州市 河南永县公司 总经理贾永泉 来州市永安禄街道 花园北流村村主任 宋金城为选手颁奖